大家好 你知道的 任何有在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听说过十年挑战 如果你和我一样 你一定会同意那些搞笑表情包 是这个大趋势当中最好的东西 但是 今天我不是要告诉你 我们的世界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五 我想要提醒你的是 那些我们在2009年所相信 但至今还没有实现的预言 那么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还没实现复制人类 十年前人们相信 到了2018年 复制人已经不再是什么非比寻常的事了 所以到现在 复制动物和复制人类 应该已经到处走动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嗯 而我所知道的是 当你不想去上班的时候 你还是没法把你的复制品送去公司来代替你 六人行再也没有回归 有传言说 风靡一时的情境喜剧《六人行》 将于2017年在电视上再次出现 这显然从未发生过 但我猜我们可以停止等待和希望了 在一次热度杂志的采访中 剧中扮演飞比的女演员表示 这部历久不衰的热播喜剧 最后一次预测失误 人们依然需要书写和打字 有几次 人们认为到2019年 他们就不会再需要拥有自己书写和自己打字的技能了 这些单调而浪费时间的任务 应该早已被自动听写取代 也许我和Siri聊天 比我和我爸爸聊天还多 但我不喜欢现在就得要丢弃我的键盘或笔记本的想法 不 Siri 我说的是记笔记 不是培根燕麦 我们还在等待人类踏上火星 十年前 NASA官员确信 2019年 他们一定已经向这颗红色的星球 发射了一项载人任务 嗯 上次我查日历的时候 已经2019年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没在火星上建立营地呢 其实 我不会向他们追究 因为他们已经为实现这个计划付出很多了 比如 2018年11月26号 一艘名叫洞察号的火星表面探测船着陆 并开始收集数据 不幸的是 在2028年前 人们仍然不能亲眼看到这个红色星球 但为了确定结果 我们还是要等待下一个十年挑战 维苏维火山还没有再次喷发过 好吧 我不是在抱怨 但还是要说一下 有预测指称 在2018年 公元前79年 摧毁庞贝城的超级火山 维苏维火山将再次喷发 然而火山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这意味着这个预测是不准确的 另一方面 2016年 纳布勒斯的居民发现 从那时起 这座火山可能随时喷发 只是一个笼罩着今天 这座城市中数百万人的真实威胁 我们还没在金星上发现任何一种新能源 哦 退影 2018年被认为会是金星出云的一年 那时候 人们应该已经在这座星球上发现一种新能源 来彻底改变我们使用汽车等老式能源的方式 不幸的是 今天的金星仍像几个世纪前一样 从未被探索过 即使是那里有种革命性的能源 就目前而言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 等着瞧 人们还是不能活到200岁 我不确定2009年的人们 是否还相信这个预言 但 生活在16世纪的 诺查丹玛斯相信 2019年 人类的寿命将达到200年 占星家说 这要归功于现代医学的进步 当然 现代医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人们确实活得更长了 但 平均寿命还是没有超过80岁 核反应堆还没有取代天然气 几十年前 从环保人士到经济学家 不同的专家 曾被问到他们对未来拿走能源 会比其他能源更有影响力的预测 其中一个就是 2019年 快中子增值反应炉将完全取代天然气 但是 正如你所看到的 我们仍然在开采 交易和使用天然气 而且看起来 人们不会很快就放弃它 平板电脑还存在 而且卖得很好 2013年 黑莓前首席执行官 托尔斯滕海因斯声称 平板电脑 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 他确信五六年后 没有人会想要买它 我想他现在已经收回那句话了 我的意思是 看看这个小玩意儿 现在有多流行 仅仅2017年 全球消费者 就购买了1.64亿台平板电脑 会飞的车在哪里 几十年来 人们一直认为 在2000年到2020年 飞行汽车 将成为一种常见的交通工具 和主要交通形式 特拉弗吉亚已经制造 并测试了飞行汽车的原型 但人们可能还要再等上 一个世纪左右 才能享受到 乘坐自己的飞行汽车 四处游览 至于2019年 你就可以坐自己的反重力汽车 去上班的预测 嗯 很不幸 这听起来 仍然像是科幻电影里面的东西 嘿 我还在等待 承诺过我们的喷气背包 你呢 餐馆仍然不会告诉你 他们的食物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在过去十年的某个时刻 有一种想法认为 很快所有的餐厅都必须告诉你 他们的菜是如何影响你的身体的 在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 试图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 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想象一下 立即进行这样的结构性变化 有多困难 我想 我们可能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才能实现这个预言 或者你懂得 你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你正要吃的那个油腻大汉堡 世界末日还没到来 你记得2009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对2012年12月21日 将会使世界末日感到恐慌吗 哦 但那一次他们深信不疑 显然 因为古老的玛雅历法在那一天结束 因此 世界末日就在那一天 似乎是唯一的合理解释 一些人说 地球的末日将以外星人入侵的形式到来 另一些人则认为 一个巨大的潮汐将会覆盖这个星球 一个中国男子 似乎把洪水理论太放在心上了 因此 他花了13万美元 建造了一艘反末日船 但末日来了又去 我们都还活着 后来 他们发现 2012年12月21号 是一个大循环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 玛雅人开始记录时的 5125年后 再次 世界末日还没到来 2017年 网级网路上充斥着大量的影片 据他们的说法 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 一颗名为 尼比鲁的流浪行星 即将偏离轨道 直接撞向地球 把我们的星球撕裂 然而 尼比鲁的大灾难 并没有在那年9月份发生 但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 根据天文学家的说法 这样的行星 根本不存在 嘿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 永远不要让事实 影响了一个好故事 或预言 你还能补充一些 其他十年前的失败预言吗 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记得给这段影片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并点击订阅 时刻关注量生活 感谢观看